ila 欢迎收看面团 好 大家好 我是何冬霖 我是何敬臣 我把下周好运的运势报告给大家 好 一起来来 先7月21号到27号的运势啦 今天请到搞怪星世纪 这几个小女生 這個搞怪新世代真的是很特別 因為光從他們的造型 我真的就不懂 為什麼可以把自己搞成這樣 但是年輕人都好愛喔 四個小女生的團體喔 來 今天來訪問一下 好可愛 來 現在要歡迎我們的命理老師 首先歡迎我們風水大師陳冠宇老師 大家好 來 接下來歡迎湯正瑋老師 來 接下來歡迎Amanda老師 大家好 我們的四位組成的少女團體 是阿妹 阿妹 哈囉 大家好 我們是阿妹 阿妹 我是阿妹 阿妹的妹恩 我是阿妹 阿妹的Stella 琴琴 我是阿妹 阿妹的怡婷 我是阿妹 阿妹 紅少琪 老師好 姐姐很好 我是阿妹 阿妹 好可愛喔 你們這樣子自我介紹 你們怎麼讓觀眾朋友記住 你們誰是誰 那就不用記誰是誰 就記團名就好了 記團名 妳是不是跟我一樣 第一眼望過去的時候 妳說 四眼都趕快 對啊 就是媽媽生的四胞胎這樣子嗎 不是 我們是沒有學員關係的 對 就是朋友 對 就是團圓 組成一個女子團體這樣子 好特別喔 沒有學員關係 怎麼聽起來 少琪是哪裡 我們三個有 我們裡面三個是馬來西亞人 一個是台灣 舉手 舉手 所以一定是我們台灣的阿妹 對 台灣的阿妹 真的 為什麼要取名叫阿妹 好像我們的客家化妹妹的意思喔 對 它其實就是客家化 喔 對 就是客家化 因為馬來西亞人就是也有客家人 所以我們兩個都是客家人 喔 這是妹妹的意思 對 妹子 對 妹子 而且呢 這個畫呢 在馬來西亞他們的就是有竹同胞啊 他們會用這個畫來稱呼 可能就是他不認識妳 可是他想要叫妳的時候 他會 哈囉 阿妹 就是一個Leng Lengloi的 美女 小美女 小美女 所以他就變成了馬來西亞的 也是一個文化的語言 對 那妳們幾歲 不夠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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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問她幾歲 她說我不夠睡 不用理她 這就是新世代 OK 真的不夠睡 很平均 她很無厘頭 她很喜歡這樣 平均大概21到22 我們也很年輕耶 好小耶 那妳們是什麼星座的 星座 一個一個講一下 少奇是 我是雙子座 是天蠍座 我是射手座 我是摩羯座 說少奇是紀律主任 什麼都要管喔 我嗎 算是吧 因為我會就是經常就是 如果有人來搭訕他們 我就會去阻止 就不要讓其他人搭訕 或者是可能出門一些服裝 我會去就是看一下 不要太暴露之類的 是 她會限定 因為我在馬來西亞 是跟她住在一起 然後我平時跟朋友出去 會穿背心啊 因為馬來西亞很熱 她就會說不行 妳給我回去換衣 妳不行穿這樣出門 太性感了 要保護妳 對 是 這次組成一個團體 出了EP是嗎 對 好 出了EP 好可愛喔 謝謝 我們的同名EP就叫做 阿妹阿妹 阿妹阿妹 然後這張EP的概念呢 就是複製人 所以大家看不清楚 我們誰是誰 真的 是很正常的 因為就是我們這個主要的目的 就是複製人 因為要讓大家先記得這個團名 就叫做阿妹阿妹 是國語專輯嗎 嗯 國語專輯 對 它裡面收錄了六首歌 一首呢是我們 因為我們是從網絡選拔賽出來的 然後呢 在這個過程中 我們需要考驗 因為我們都是網紅選拔賽出來 所以這個過程 它是需要考驗 所有網紅的一些應變能力啊 或者是 才藝啊 所以在其中還有一首歌 就叫做 一起加油 然後這首歌 它在網絡上可以聽到的是 當時的版本 就是當時的主題曲 就是我們全部的人一起唱的 12個人 要是收錄在裡面的呢 是我們四個人的版本 那我們趕快來聽聽阿妹阿妹的單歌好不好 來 掌聲歡迎 好開心 我在這地方就會殺你 殺你 讓你有多被立想法體 打理 你到底來自哪裡 這裡 請一定要記住我肚明 阿妹 快叫娃娃音 唱歌慢走音 靠花扮扭氣 就好像成羽醜精 網紅組團體 就這樣也不快聽 太心 對面一直慢 變差很大 不然學動化妝品 想拿來幹嘛 不可思科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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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是阿妹阿妹 全世界主義主義 聽節奏跳跳跳跳跳 別停止搖搖搖搖搖搖 你的阿妹阿妹 全世界主義主義 聽節奏跳跳跳跳 別停止搖搖搖搖搖搖 你的阿妹阿妹 跟著我dancing dancing 有夢就追追追追追追 重複說no no no 天王星如果有落在這邊的話 比較是一整個世代的搞怪 那如果太陽跟上升 就是個人特質層面 我們先講喔 如果這個大概是1981年到1988年出生 就是現在30歲到37歲的這個世代呢 他們其實很喜歡挑戰 跟別人不同的地方 比方說你越講哪裡危險 他們就會往那邊去 你說最近好像有出國 好像中東這個很危險 不要去那裡 紅色警戒 他們說我們就要去那裡 因為都沒有人 但我們還是想要各自認識一下 你們四位可以先用30秒時間 秀出自己嗎 好啊 好 從誰開始 我 哈囉大家好 我是阿嬤阿嬤的美恩 我們一起學貓叫 一起媽媽媽媽媽媽媽 真的很完美啊 哈囉大家好 我是阿嬤阿嬤的Stella 琴琴 然後在團裡面我比較搞怪 所以因為我是鼠老鼠 所以我要做一個老鼠的樣子 哈哈哈哈 好可愛 好可愛 大家好我是阿嬤阿嬤的一婷 我們一起學突破書家 一起 哇 哇 哈哈 這是什麼啊 很完美 大家好我是阿嬤阿嬤的紅少奇 我平時喜歡打籃球 但是我比較喜歡的人 是把他們當球來打 因為好恐怖喔 好可怕 欸 所以少奇其實力氣很大 可以把團員舉起來喔 對 這麼可能 你真的是喜歡打籃球 也是瘦瘦的啊 對 可是我平時我就 因為我跟妹住在一起嘛 我很喜歡就在家也把它抱起來 唉唷 在家會新娘抱 新娘抱 抱起來做生存這樣子 對 對 要吃飯一次嗎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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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 1 2 1 2 3 2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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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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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 3 3 4 她的腳臭味 為什麼 我有一個怪癖 我就是很喜歡聞自己的腳臭味 別人的可以嗎 為什麼妳不試試看別人的呢 別人的 我不行 因為其實篤霖哥 他是香的 不簡單 我就只能接受自己 甜妹 阿妹 聞一下 快點 不要 可是她如果你把她的鞋子脫出來 她就不穩了 她就是喜歡這樣子抬起來 對 就是像這樣子 這樣子 很喜歡這樣子 有時候我們練舞練到一半 她會突然間就這樣拿上來 就只能舉起 對 她就在拖鞋 然後就這樣聞 就有 聞一下的時候才有精神 對 柔軟度很好 左腳 右腳都可以 都可以 厲害 那熱情呢 說平常外表很斯文 其實很放得開 就很喜歡做搞怪的樣子 就是像剛剛我配做老鼠 然後我的腳可以弄成一個 天蟹的那個腳 很奇怪 就可以熬起來 熬起來 可以只要 就可以折來折去這樣子 折來折去 就怪怪的 很奇怪 很奇怪 我很喜歡做奇怪的東西 就好像扮老鼠的樣子啊 扮一些動物的一些 其實也怪怪的 像那種上司 那種準備叫什麼 就死司 不是 不是 腳不能吃 腳不能吃 對 腳不能吃 少女啦 筋骨軟 真的 少女在一起 什麼都是好笑的 來 依婷呢 好 我是平常滿喜歡唱Rap 然後也很喜歡模仿八點檔的 那個台詞 所以要用Rap來演八點檔 沒有啦 是分開的 好 分開分開 是Rap 我想在跑車裡 想要一輛法拉利 想要錢 媽咪媽咪 一切的一切 都折靠你自己 我歪 破了告訴我說 這一條這裡 因為 爹地媽咪 除了生命 沒東西給你 耶 其實 我自然是覺得 接近鼠萊寶啦 那現在的才藝就是 鼠萊寶唱Rap OK 那八點檔是怎麼樣 我不敢相信關天 快來跟鳥姨走開 我不敢相信 你會這樣對台話 這個Gro是什麼 因為有一個畫面 滿經典的 最近在網絡上 有段瘋傳 就是這一段 他是在海裡面演的 對 然後那個海水 就直接灌進來了 然後他很敬業的 還是把台詞講完 對 很敬業 非常的 所以那一段 就在網絡上滿瘋傳的 真的喔 這一個八點檔 滿瘋傳的 很好笑 真的很好笑 好笑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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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作的人 在哪些地方 特別是怪怪的 所以我們今天 討論的怪怪的是 只是說這個 他們的地方 可能跟別人不太一樣 而不是說真的 好像是一個 很不好的意思 是 那我們可以觀察 有幾個地方就是 第一個我們比較少討論的 星盆當中的天王星 還有太陽跟上升星座 我先講 為什麼討論天王星 因為像我們你看喔 這個四位成員天王星 都一樣在水瓶座 因為天王星這個行星盆 不一樣的地方在於 它每七年都會在同樣 一個星座 所以你不覺得 我們生活當中 常常會說 他們好年輕 他們的想法跟我們不一樣 這個世代不一樣 所以天王星 往往上昇著 每個世代不一樣 會搞怪的地方 好那自己的太陽星座 像這個 少奇的太陽是在 雙子座 上升在金牛座 好這個 傾傾的這個 太陽是天蠍 上升也是天蠍座 翠妹的是 太陽射手 上升摩羯 以及怡婷的 太陽摩羯 上升天平 我們來看看 他們搞怪的地方在哪裡 首先我們分為 第一組是 出其不易 行為會搞怪的 這個星座呢 就是 母羊座 獅子座 跟射手座的這個族群 好像翠妹的太陽 在射手座 就在這裡 我們先講 天王星 如果有落在這邊的話 比較是一整個世代的搞怪 那如果太陽跟上升 就是個人特質層面 我們先講喔 如果這個大概是 1981年到1988年出生 就是現在 30歲到37歲的這個世代呢 我們是天王星會在射手座 30歲到37歲的觀眾朋友們 我們先想想 30到37有什麼令人討厭的地方 想想看 還好耶 他們其實很喜歡 挑戰跟別人不同的地方 比方說你越講哪裡危險 他們就越會往那邊去 你說最近好像有出國 好像中東這個很危險 不要去那裡 紅色警戒 他們說 我們就要去那裡 因為都沒有人去 他比較會就是 在冒險 跟這種好像跟別人 去不一樣的地方 這個層面搞怪 另外一個呢 如果是2010年到2018年 就是現在8歲以內的年輕孩子們 8歲以內的 8歲以內的 如果家裡有這樣的小朋友的話呢 就是天王星在牡羊座的世代 想想看他們有什麼特質 他們其實很喜歡 個人跟別人不一樣 比方說他們很喜歡 凸顯自己跟別人 不一樣的地方 可能這種小小朋友 以前我們都會說 這個去幼稚園 去小學 媽媽帶你去對不對 但是你去觀察 這個天王星在牡羊座的世代 他們很小就會說 媽媽不要送我 我自己會走 好媽媽 你不要這樣照顧我 我已經是個大人了 他們這個天王星在牡羊座的世代 就是很要凸顯自己 我要被你看到 我不是你的孩子喔 我是我 這是天王星在這個 牡羊座這個世代 非常會強調的 有啊 我們家現在 你知道我們家那個兒子啊 他就在這個世代裡面 他最近在YouTube上面看 他都在看 他在看那個18桶人 塗成金色的 哇 然後就是重點 健美後 他現在一直跟我商量說 我可以幫他塗成那個樣子 那為什麼可以 可以上金色的那個粉在身上 因為他現在最近很迷健身嘛 健美 八歲很迷健身 一直用他那種八歲 他才六歲而已 他就一直用力 然後他說我想要塗成金色 那就塗一下喔 我覺得我怕他們看到阿妹之後 想要塗成橘色 橘色應該 就把一個拆穿 大吉 大吉在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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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剛剛講說 個人行星在這個地方的話 他們也會在自己的一些 外表打扮 或者是讓人 就是一眼看到我的 這種行為上面 例如說 有的人他可能會說 我這個一年四季 不分情語 我都要穿著這個 無袖T恤出門 就是你一看到 穿著這種打扮的人 就知道是我這個人 會是這個世代 比較搞怪的地方 那麼第二個族群是 我們講說是這個 莫名堅持 規矩搞怪的 我怕我自己死之外 我也怕別人死 因為我怕的是 就是可能我們在吵架 如果他還可以回答 就很開心啊 至少他還活著 如果有天他只能 想跟我吵也沒人跟我吵 他也不戀耶 這影術是太愛了 太愛了 我也歡迎 可是因為我會上網解夢 然後他說 其實夢到這樣的時候 是因為就是想讓他們 長命百歲 對 那麼第二個族群是 我們講說是這個 莫名堅持規矩搞怪的族群呢 是有落在金牛座 婦女座跟摩羯座的這個 這個族群 規矩搞怪是什麼意思 對 規矩搞怪 好像少奇 其實你上身金牛 對不對 也在這裡 好 翠妹是上身摩羯 依婷也有這個 太陽摩羯的地方 那我們先講 這個世代的部分好了 如果呢 是1961年到1969年出生 就是大概49歲到57歲的 這個年紀的話呢 是這個天王星在 處女座的世代 他們在哪裡會搞怪 這個世代的人 剛好也是在這個年紀了 對於養生資訊 對於吃的東西 特別有自己的這種 她幾歲會養生 偏偏就是天王星在處女 特別愛養生 你就在這個範圍內 對 就是 吃東西 吃東西就是要跟別人吃的不一樣 比方說可能他們很早就會說 我覺得吃糖不好不要吃 這個他們很早就會有這樣的一個 好像跟別人不一樣的地方 是 或者是一聽到各種的這種 什麼健康養生的療法 類似這種什麼 每天早上一杯什麼這個椰子油 不是一杯啦 一匙啦 一杯太多了 一匙椰子油 或者是什麼咖啡灌腸 他們都願意嘗試 這對於其他的世代來說 就會覺得 你們這個世代怪怪的 會嘛 對於這個天王星在這個處女座 他不會覺得怪啊 因為他覺得我就是這樣 我跟老師一起討論 社護性的肥大開刀電視 你馬上辦 那小路都坐在這裡 你不怕死啊 這是我們老婆人說的事情 另外有一個 如果是1988年出生到1995年 就是現在23歲到30歲左右的呢 這個年紀是天王星在摩羯座的世代 他們有什麼樣跟別人不一樣的地方 他們比較在意就是那種 好像很叛逆要反傳統 所有只要是這種 只要打著傳統的名號 他們就不願意照著做 這是這個世代很特別的地方 好 那麼如果是像我們來賓 太陽或者是上升在這個族群的話 他們有一些自己的堅持跟規矩 我不知道會不會是這樣 比方說早上起床 我一定要從右邊下床 如果今天從左邊的話 他覺得怪怪的 我一定要躺回來 重新再下來一次 好 或是有的人呢 他這個電腦的網頁 有自己開的順序喔 哪一天某一個網頁跳掉了 他會把它全部關掉 重新再來一次 就在很多這種生活細節 或是自己的規矩上面 有他們堅持跟搞怪的部分 是是是 好 那我們來看第三個族群 是我們叫做 突發奇想 腦筋搞怪的族群呢 就是雙子座 天秤座跟水瓶座這個族群 好 我們說呢 這個如果是1968年到1974年出生的 好 就是現在大概43歲到50歲左右 是天王星在 43歲我是這個世代 對43 到這個天王星在 這個天秤座的世代 這個世代的人怎麼樣 他們對於人際的互動 甚至伴侶關係是比較搞怪的 所以這個世代的人 跟其他星座很不一樣的地方 尤其像以前比較早一輩來說 這個世代的人對於什麼 我們可以談很久的戀愛 不用結婚 或是我們結了婚 不用住在一起 甚至結婚的對象 這種性別問題 他們是有他們跟別人 不一樣的地方的 好 這是這個天王星在 天秤座的世代 比較特別的地方 那麼如果是1995年到2003年出生 就是現在15歲到23歲的年輕人 就是我們現在四位來賓 我們說是天王星在 水瓶座的世代 那更怪了 這絕對是一個 不是這個世代的人 完全不能理解 他們的一個世代 我們這樣講 常常看到這個世代的人都會說 他們腦袋到底在想什麼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想法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做法 但對於這個世代的人來說 就像他們剛才歌詞講的 就是說這個 雖然名一直罵 為什麼照片差很大對不對 可是如果不差那麼大 那你這些化妝品修圖軟體 你是要幹嘛的 是 你知道這種話他們講起來 理直氣壯 可是對於在其他世代的人 就覺得 你明明修圖 怎麼好意思告訴別人 他們就覺得 我就是要讓你們知道 我就是修圖 對 你知道他們對於這種 他們的腦袋 不是這個世代 真的不知道他們怎麼想的 好這是這個世代 一個特別的地方 那麼如果是個人行星 落在這幾個星座的話 他們也會帶一些 學習的方式 跟別人不一樣 比方說可能這種去學校上 他不太習慣或是適應 傳統體制上的學習方式 但是用一些這種 好像自己自學 自己看網路 可能年紀很小的時候 自己就會那種什麼 上一些網站 自己去 就可以學習到很多知識的 是這個世代 或是在這個星座 他們比較會搞怪的部分 是 好那我們接著來看 如果這個叫做 看似乖巧 默默搞怪的部分 就是看起來好像一點都不搞怪 但其實骨子裡 背地裡是會搞怪的星座呢 就是 我們先講如果 1974年到1981年出生 也就是37歲到44歲的 這個族群的話呢 是天王星在天蠍座的世代 好這個算是現在差不多 這個青壯年的部分了 他們其實有一種 好像表面看起來 跟骨子裡是反差很大的 這個特質 比方說白天是這種什麼 穿著西裝 然後打著領帶的這個上班族 但是一到晚上下班後呢 他變成這種什麼 酒吧的這個Bartender 或者是這種搖滾樂團的鼓手 就是這種差異很大 好另外呢就是 現在如果是2003年出生 到2010年 就是家裡面有8歲到15歲的 這種青少年的話呢 他們是天王星在雙魚座的世代 這個世代怎麼樣 他們對於自己的夢想 跟過去是非常不一樣的 好就是 可能對於這個天王星在雙魚座的人來說 他們會覺得說 欸我從小就覺得我長大了 就是要做一個什麼畫家好了 我不在乎別人說這個畫家 不是比較傳統上的一個行業 他們會有這樣的一個特質說 可是我就會朝著我的夢想前進 或者是呢這個世代 或是這個有行星在這幾個星座 他會覺得 欸我就是喜歡這個一身粉紅色的 穿著打扮出門 他不管到了什麼年紀 他可能今天已經四十幾歲五十幾歲了 他還是一定要這種 一身粉紅色的打扮出門 就是他對人都是客客氣氣 但是會有骨子裡默默的 有一種搞怪叛逆的特質 對而且這個星座很特別 他們有的是那種 好像看起來這個很溫馴很溫和 但是呢這個有在刺青刺到你看不到的地方 或者是呢這個頭髮某一天去髮廊說 我要這個右邊剃成這種平頭 然後左邊流長 有一種好像在這種地方 想要變化搞怪的部分 四個小女生 我們聽聽她們有什麼新的想法好不好 真的 你們想要幾歲結婚 幾歲結婚 28 29左右 我也是耶 29 我應該 還很年輕 年輕嗎 不知道我現在感覺沒有什麼 我想要打算結婚 因為我想要以後生孩子 就是生孩子的時候跟我沒有這樣差 差距這麼大 因為以前想要幾歲結婚 現在 少奇還沒有感覺 沒有感覺 好 接下來就要問 你們要什麼樣的婚禮 婚禮 少奇想要什麼樣的婚禮 有想像過嗎 完全沒有 可是我比較喜歡傳統婚禮 就因為我 流水溪嗎 斑鬥那種嗎 對 斑鬥那種 因為我覺得這種是一個給爸爸媽媽的 馬上有斑鬥 有都有 一定有 熱情想要什麼婚禮 我完全沒有想像過耶 沒有想像過 完全沒有耶 最美 我是想要就是 在沙灘舉行 可是就只請 就是親友而已 就是爸爸媽媽 沙灘 對 就好友結婚 滴婷呢 沒想過耶 妳要結婚了 妳那個還沒結婚 真的 妳要結婚了 真的 妳要結婚了 然後看著人家的婚禮 才想結婚的 聽說你們的觀念這個很特別啊 說你們的金錢觀念 跟老一輩的不一樣是不是 真的還沒嫁出去 不可以去男朋友的家 我不明白了 為什麼 就是不能去男朋友的家 對 不可以去 不可以過夜 不可以過夜 可以睡午覺的 可是不過夜 可以睡午覺 是嗎 什麼 沒有 沒有差別 沒有差別 睡午覺就已經可以 出來出去了好不好 沒有 聽說你們的觀念這個很特別啊 說你們的金錢觀念跟老一輩的不一樣 是不是 應該算是不一樣吧 因為我很怕哪天 自己突然出意外會 就是去世 然後我就會覺得說 那還不如趕快趁現在 想吃的就吃 然後想買的東西就買 可是是在自己的能力範圍內 可以做到的話就是去做 就不會想要像說 減肥啊 節食啊 然後省錢不去買自己想要買的東西 我就覺得 如果你哪天突然就怎麼的話 你會不會覺得很悔恨 你就沒有去做這些事情 所以你都吃過哪些事情是 你覺得為了自己吃得很開心 就是 就是他那個像少奇 他有一陣子 一直限制自己不要吃泡麵 但是我去馬來西亞 我一定要吃那個炒泡麵 所以我就餐餐吃 然後他就一直就是說 你這樣子會什麼身體不好 不健康 對 然後可是我就覺得說 那你 你既然你現在那麼養生的話 如果你突然就出什麼事情 就出什麼事情 然後就 我也會這樣說 那就是一定要趕快先把它吃完 對 就先把它吃掉 對 那你剛剛還講說 在自己能力發展 那有什麼是你想吃 但目前還吃不起的 買東西的話 買東西的話 你想買什麼 房子吧 想要什麼樣的房子 就屬於自己的房子就行了 裡面是粉紅色的嗎 然後很多蝴蝶結 蝴蝶結 差不多吧 是不是跟Kitty他家一樣 沒有什麼 那最媚咧 我是 因為我是 去年才自己搬出來住 然後以前都是跟家人一起住 然後以前我最 在跟家人住 都是吃的用的 都是用家裡的 所以我就覺得 存錢來幹嘛 為什麼要存錢 就是沒有存錢這個觀念 可是自從搬出去住以後 我就覺得 其實存錢也蠻重要的 因為就是怕自己啊 就是在外面 沒有一筆錢的話 就很沒有安全感 對 山豬怎麼給啊 房子也給不了 對 房子也給不了 所以就要自己存一筆錢 還要給水電費 所以就開始會慢慢就是 打理自己的那個 也是有成長了 有長大一點了對不對 是喔 是 樂琴呢 就我從小到大 我媽媽都會一直跟我說 一定要存錢 不管什麼事情都要存錢 所以就算我來 就當這個藝人 我媽媽都會說 你一定要找一個副業 就怎樣都要有一筆錢 每個月 就額外的收入 那結果你找了什麼副業 就網賣 賣東西 還有自己買東西 對 因為就電話可以跟顧客聊啊 就 不需要面對面講 就一面工作 一面也可以找一個副業 是 喔 那有存到錢了嗎 有 都給媽媽 她是我們裡面的富婆 對 她那個最有的 那請顧錢有多少錢 有沒有 一桶金就是一百萬 一百萬台幣是多少馬幣 一百千 一百千 十萬馬幣 一百千有 差不多十萬馬幣 十萬馬幣 有沒有十萬馬幣 有 你自己賺的 十萬馬幣 有 她很厲害賺錢 她生意頭很好厲害 她不是靠聯繹工作 她是額外 好棒耶 太厲害 少奇咧 我可能比較沒有什麼存錢的觀念 我覺得就是可能如果我要拍攝 我自己也有在學習什麼拍攝嘛 然後我就會把錢丟進去器材裡面 你可以拿來投資自己的器材 但她有奇怪的想法 她很害怕身邊的人突然死掉 我跟她一樣 我怕死 我怕我自己死之外 我也怕別人死 因為我怕的是就是 可能我們現在吵架 如果她還可以回答 就很開心啊 至少她還活著 如果要接她死了 想跟我吵也沒有人跟我吵耶 真的 不是 我很怕 我怕人家死掉 對 妳要死的命 好好活著嗎 不要死 我好嚇人啊 妳 真的 少女 妳們有沒有做夢 妳有沒有常常在做 一個同樣的夢 有 妳做什麼夢 就家人死掉 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 很入眼耶 妳好也無念耶 這個妳是不是太愛了 我們也會 可是因為我會上網解夢 然後她說 其實夢到家人死掉 是因為妳就是想讓她們 長命百歲 就折瘦的意思 對 自己會折瘦 會想要讓她們 就是心裡自己的內長 很怕失去 對 所以我們有時候 每次發什麼夢 我們都會問吴去梅 對 因為我會上網解夢 對 她很喜歡上網找 怎麼解夢 是什麼意思 那樂琴妳會夢到什麼 我覺得我的夢都很搞怪 因為我每次都會在發一些 對 笑很大聲 半夜笑很大聲 笑很大聲 結果她不知道會做什麼夢 她就 然後她還會在別人身上彈鋼琴 一個星期會有一兩次吧 妳就手 睡覺到手前 對 然後就這樣 在別人身上這樣子 都彈很快 妳就彈很快 對 妳們睡覺都會有很奇怪的夢 妳有什麼夢 我們湯老師會解夢 她其實不知道她夢的什麼 但是我們身邊的人會知道 她做什麼事情 她聲音很大聲 因為她會吵醒我們 我會嚇到 她會嚇到 她突然在妳身上彈乾淨 要不然我就會看著她笑 可是我就 我還在睡覺 可是我就會看著她笑 眼睛睜開著這樣子 對 對 有一天她還起來 就問最美 妳是誰 對 妳是誰 她還這麼問 妳是誰 妳是誰 很可怕 我是妹啊 好可怕 她一聽妳有什麼夢 我夢到 她喜歡放屁 哈囉 誰 人家問問妳說她喜歡 不是 妳是說她睡覺的時候 她睡覺會按放屁 真的喔 這是 妳們會不會容易瘴氣 妳們四個人 誰放屁的聲音最大 妳一點數是誰 妳看她 我放屁很大聲 我不知道 我覺得我放屁也是有 滿大的聲音 我覺得不一定 對 要看 看那屁的聲音 我看她的心情 你們有聞到過 誰的屁是最臭的 那個屁都是臭的吧 多臭的嗎 那會有不一樣的味道 那應該是 依照她吃了什麼東西 對 決定了的臭味 對 少女就可以聊這種事情 真的 她們是新世代 我們都是老人 但是我們要問一下她們 妳們覺得 我們這些老人 有些奇怪的想法 現在這個世界上 妳們會覺得我們很奇怪嗎 有 我覺得很 有一個觀念是 就是很傳統的一個觀念 就是有孕的人不能去桑梨 就我有遇過朋友 她的很疼她的一個公公 就剛好去世了 可是那個時候她剛好懷孕 然後就家人就一直說 妳不可以去 妳不可以去 會有什麼想像 然後她就很傷心 她只能駕車默默地經過 經過那個桑梨的外面 然後在車上默默地哭 我覺得很慘耶 為什麼有這樣的觀念 但是我自己 我也不知道我會怎樣做 如果我有一天真的有喜 然後我可能 可能 真的 真的有疼我 如果遇到的話 我也不知道我要怎麼辦 如果遇到的話 如果遇到的話 我也不知道我要怎麼辦 可是那個又是我最疼愛的一個人 最疼愛我的一個人 我要怎麼辦 她能理解啦 就是說 可是她已經掛了 這個現在的人她已經掛了 她已經掛了 但是妳還是 憑和性情有 對 我還是會信 我還是會信 那依婷呢 所以妳覺得 妳的叔叔到現在 還不能接受說妳交男朋友 對 就是我叔叔 他一直 一直叫我說 不要去認識一些很奇怪的男生 就是叫我不要認識男生 然後就是叫我不要學壞什麼的 因為他就是都覺得別人會帶壞我 然後他也不能接受我 假如我有男朋友這件事情 然後他 可是他就是不知道 現在就是很多國小國中生 都已經開始在談戀愛了 那妳第一次談戀愛幾歲 國中的時候 國小的時候沒有談戀愛 你怎麼那麼晚 國小的時候我應該國小的時候 有啦 我國小有跟一個人告白 可是他沒有接受我 是妳同學還是妳學長 是同學 同學喔 他長得什麼樣子 現在不與 就不與之類 我說小時候 小時候嗎 就因為他是班長 很負責任的感覺 就不關外表的事情 是感覺很責任的 那妳當時 妳跟他告白的時候怎麼講 就是我跟我們班 同一個女生一起喜歡他 然後我們就寫字條說 我跟 然後我們兩個 我跟那個女生 一起去廁所寫字條給他 然後他就 他就是沒有給我們兩個回應 就妳們五名字條是 只寫一張的 對 就是寫一張 然後寫我跟那個女生 然後我們兩個喜歡妳 好可愛喔 一起告白 其實我們兩個喜歡妳 那後來字條怎麼拿進他呢 誰拿 誰拿 我忘記了耶 反正就是給了他 然後就可能是一起給他吧 就可能是一起給他吧 就有一種標會的感覺 我們兩個就寫黃蕉條 是吧 這個標都要放 可是這個好浪漫 對 這個好浪漫 對 最後流標 可是最後都沒有接受我們任何一個 就他沒理你們 對 他都沒有接受我們 好可愛喔 真的喔 那時候大概小學三年級吧 那妳後來國中的時候第一次有談戀愛 國中有談戀愛 是跟同班的嗎 跟別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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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那個男生長什麼樣子 長了窄窄的樣子吧 為什麼 這麼多男生為什麼會喜歡他 因為 因為他很不主動 就是很內向的男生 然後就讓我想要去開 不是開發 開發 讓我想去主動去追他 所以怡婷 我覺得像妳這麼可愛漂亮的女生 追妳的人一定很多 但是妳會去注意的是那個 不主動的 默默安靜的那一種男生 對 妳很特別 這是什麼意思 可是問題是妳們是不同學校 妳怎麼會認識他 因為那時候臉書開始盛行 然後就可能會亂加好友 然後就是誰的朋友 誰的朋友這樣互加 就會認識 就是誰什麼 妳全都點這樣子 沒有 沒有啦 全都點差 就是可能 就是人家如果加我好友 我就是都會全部都確認 也不會說這是我的朋友 或是誰 就是妳加他還是他加妳 應該是他加我吧 就不知不覺 就好友會出現這麼一個人 那結果呢 結果 誰先戳誰 戳誰 就 就 這不好說吧 我忘記了 不要問那麼私密的事 喔 是臉書是嗎 喔 是不是從哪裡 什麼這個時間 我比較 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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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果 結果那妳們後來有去約會嗎 有啊 去哪裡約會 嗯 網咖吧 網咖 那妳看吧 去網咖 會不亂做嗎 網咖有什麼好約會的 網咖然後去 我們第一次約會 然後去網咖 然後打電動這樣 對 因為她喜歡打電動 電玩 這叫什麼慘戀愛神經病 少女都把這樣 那這樣這一段戀愛有摸到手嗎 有啊 對啊 就想牽牽小手這樣 都有 呃 就是牽手抱抱 牽手抱抱 就就單純的那一種 國中生的戀愛 高中生的戀愛 那妳叔叔知道 妳有談這一段戀愛嗎 我不可能讓她知道 她真的會知道嗎 啊 我看見她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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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啊 啊 噔噔噔噔 沒關係 那妳看不下去了啦 好吧那妳跟叔叔講 除了這一段還有其他 還有八段是嗎 哈哈哈哈 還滿掉了 嗯 四個 啊 有腳啊 叔叔 叔叔 這些都是效果 叔叔 像這樣的人呢 她個性呢是非常不服輸到 她凡事呢 就是一定要衝第一 而且呢 她不喜歡輸的感覺 只要她一輸的感覺的時候呢 她就覺得說 我跟不上別人的腳步了 她就開始呢 會用很多的方式 讓自己 一定要奪得先機 嗯 而且呢她很喜歡 讓人家知道說 我什麼都知道 我什麼都可以 所以她凡事呢 講話也是衝第一 所以很容易呢 得罪了 最美最美 最美 我的爸媽就是比較跟得上現代的腳步 所以就是如果我交男朋友的話 他們就是說要先讓他們知道 就是一定要馬上讓他們知道 然後他們要看那個男的帥不帥 然後不是看那個男的對我好不好 他們就有 因為他們比較跟得上現代的腳步 爸爸媽媽覺得顏值很重要 對 他們覺得顏值很重要 就是他們說以後的孫子啊 生出來的 他們太小耶 對 他們最想到的就是想這種東西 對 好妙喔 對 熱情呢 我的媽媽對談戀愛的思想也是很開放 可是她就是有一點就是 還沒嫁出去 不可以住男朋友的家 我不明白為什麼 覺得不能去男方家過夜 不可以過夜 不可以過夜 然後很大的 你可以睡午覺 可是你不可以過夜 可以睡午覺 但是不能過夜 可以睡午覺 媽媽 你差別在哪 沒有差別 你睡午覺就已經可以 戳來戳去了好不好 她的意思是 你不能留在她的家 度過一個晚上 可能她的媽媽會覺得 形象不好 對 形象不好 對 那對方的家長覺得 你這個女生隨便 對 就可以過夜 所以對方家長覺得 睡午覺是OK的 就是到晚上就要回家 OK 我還是晚上也要回家 對 那妳知道 不知道他們家過夜 會發生什麼事嗎 不知道 因為沒有過夜過 所以不知道 還沒試過 還沒試過 那睡午覺會發生什麼事嗎 什麼 應該不會吧 因為她都是 就精神飽滿 對 精神飽滿 睡午覺 不是 睡也很飽 對啊 精神飽滿 是 我跟妳講 這個少奇 果然就是發言人 好笑 很厲害 我都給自己笑死了 可是她怕死了 她怕又笑死了 好笑 好難 坤老師我們就來看看 哪些手面相的人 就是特立獨行 第一個的話 就是妳的手下 有一個獨特的紋路 妳很喜歡搞獨特性 什麼叫獨特紋呢 就是感情線的尾端 在土星丘的位置 我們感情線 最上面這一條 有三條主線 最上面這條是感情線 如果說妳的感情線 剛好落在中指的 這個下面的地方 或者是接近 反正它不一定這麼的弧度 可能是平平的過來 然後剛好點落在這個中指下方 代表什麼 代表這樣的人 個性比較喜歡特立獨行 而且她在意的點很多 而且她自尊心很強 例如說她的 例如說她很多人就說 你看起來好像有去整形 可是她明明就是整形 可是她很害怕別人說她有整形 她就會說 沒有沒有我是純天然的 她要自己先 為自己解釋一遍 不過她自己很在意的事情的時候 她會開始躲 而且很害怕人家去觸碰她 那個在意的地方 所以她的自尊心非常強 有時候因為她的自尊心強 所以她會做一些很奇怪的事情 去掩蓋她的一些不對的事情 所以呢她會比較辛苦一點 因為每次都要躲躲藏藏的 人家會覺得她很怪咖 第二個的話就是 這個人充滿了自信 如果說你的手下 有一個很自信的紋路 就是穿智掌 穿智掌就是三條 一般我們這個生命線跟智慧線 這個地方會連結 可是它是三條主線都是分開的 就是這個地方有個缺口 這兩條線開始有個缺口 像這樣的人他個性是非常不服輸的 他凡事就是一定要充第一 而且他不喜歡輸的感覺 只要他一輸的感覺的時候 他就覺得說我跟不上別人的腳步了 他就開始會用很多的方式 讓自己一定要奪得先機 而且他也很喜歡讓人家知道說 我什麼都知道 我什麼都可以 所以他凡事講話也會充第一 所以很容易得罪人 但是他做事情會充滿了自信 例如說他可能老代邏輯思考力都非常的強 但他做事情的時候他非常希望人家可以照他的邏輯去做事情 所以會讓人家感覺好像有點能幹 但是又帶一點強勢的感覺 所以要特別注意囉 第三個的話就是個性很自我 自我的臉像長怎樣呢 就是黑眼球上方露出這個白色的眼白比較多 對 我們一般有三白眼嘛 三白眼是下三白比較多一點 但是如果你是上面三白眼的話呢 如果連那種帶瞳孔放大片呢 都沒辦法蓋住的話 那真的很嚴重 對 其實像這樣的人呢 他很喜歡說 像新世代嘛 想要活出自己的態度 但是呢如果你的態度呢 沒有禮貌的一種基礎的話 人家會覺得你這個人的態度呢 好像不太對勁 所以呢他是喜歡活出自己的態度 但是他可能缺少禮貌 所以有時候人家會覺得說 哇這個人好難搞喔 好像只活在自己的世界裡面 所以呢他也不在乎別人的眼光 所以呢他常常會把一票的人都得罪光之後 他覺得他自己還是好人這樣子 所以要特別注意囉 第四個的話呢就是很獨立的臉像 他個性呢喜歡獨來獨往的 有點搞孤僻的 就是呢嘴巴比較緊閉一點的 有些人他可能沒事呢 嘴巴會張開開的 有沒有 如果沒事呢嘴巴張開開的 這種人千萬不要跟他講秘密 為什麼 因為他沒有什麼心機 無形當中他會把所有的秘密講出去了 真的喔 就會害到別人 所以嘴巴沒事張開的人呢 他是守不住秘密的 對但是嘴巴呢 沒事就閉得很緊的人呢 他的疑心病會比較多一點 凡事都是要反映別人 因為他一直在思考 那怎麼辦 那這種疑心病多的人呢 要加上這個嘴角呢是下垂的 向下 對 嘴角下垂 因為他凡事呢都會比較悲觀一點 然後個性有搞孤僻 所以他不太願意跟人家分享 所以像這樣的人呢 特別容易就是獨來獨往 但是他很容易得一些像憂鬱症啊 或是有一些心病的問題啊 都會在他身上 所以很多人對這種比較孤僻型的 像很流行佛系什麼青年有沒有 對 他是屬於比較悲觀的佛系啊 有些佛系是很樂觀的 但他是屬於悲觀型的 但是呢搞孤僻的時候呢 他會離群獨居 到最後會發現 怎麼都沒有一個真心的朋友 然後站在身邊 所以這四個呢 都是屬於比較喜歡 特立獨行的人喔 是 謝謝老師 來 你們四個阿摩阿摩 有跟爸媽吵過架的請舉手 應該都會有吧 一定都有吧 一定有有吧 有被爸媽打過的請舉手 沒有 來 為什麼 吵什麼 然後為什麼被打 叛逆期 叛逆期 然後就應該是在外面跟人家吵架 然後就被媽媽抓回家打 被打過嗎 跟同學 沒有 不敢打 因為我回家都要被打了 我出去打傷的話 我不是很慘 出去已經塞一輪回家 還要再上一輪 那樂琪有被打過 有 小的時候都會被藤條打 你說再也更小一點的時候 都會被打 可是如果長比較大應該是 因為小的時候太愛哭太黏媽媽 然後有一次爸爸真的是頂不孫 因為哭得快長 頂不孫 受不了 對 馬來是講語言 馬來應該是哭了快三個小時吧 就沒有停止過 然後爸爸就拿那個樹狂追我 我狂丟 就真的丟 然後整本書那麼厚都爛到完了 都爛了 你不能想像一個人可以哭三個小時 對 很煩 你現在還是很愛哭嗎 沒有 現在那個時候 太點忙了 天啊 那翠妹呢就跟爸爸吵架 比如有一次因為讀書的時候 我參加別的同學 別班的同學 然後他們就說 你要不要跟我們一起逃課 然後就被老師就跳課 然後就被老師發現 然後就打給我媽媽 可是我媽媽她就 她也沒有說罵我還是怎樣 就回到家她就說 你為什麼要跳課 你不想去上課 你跟我說 你就待在家裡就好 你就不要 就是看別的朋友 然後去外面學壞 對 所以我爸媽的方式都會比較 開頭 對 就很像朋友這樣 那依婷是 我小時候是給我 爸媽完全不理妳了 不是 因為我小時候 是給我奶奶帶的 所以就是跟奶奶 可能隔代教養 所以觀念會有一點不一樣 然後就有一次我被她打 是因為我數學考93分 93分打什麼 然後她跑去安全班打我 然後那個安全班老師 還幫我擋這樣子 然後就是要打我巴掌 因為她覺得93分就是太低 應該錯這種不夠 不該錯 因為就剛好只錯那個而已 她覺得這不應該錯 對 所以妳是奶奶帶的 對 算是 就國小的時候 關於老師我們就來觀察 什麼樣不良的風水格局 會造成所謂的親子溝通不良 會造成親子溝通不良的風水格局 第一 妳可以看 第二 我們看這個圖 你看這個圖 你看房間裡面都亂 所以幾乎回到家衣服換下來 從來不掛起來 就往裡面塞一堆丟了 書包 書所有東西往裡面丟了 這個比例非常的高 非常的高 所以這種情況非常亂 所以說那這種亂會什麼情形 所以說窄屋的東北方的話 如果亂的話 就代表南海的問題 什麼東北方會什麼情形 所以我看過很多 我現在常常出去外面看完 才碰到什麼 家裡面 剛好在家裡掛位 東北的位 東北在我們掛叫做少蘭 所以少蘭的時候 就是說有很多的小男生 就剛好住在這個地方 他必定會非常的怪 有時候那個小孩 你根本不聽話了 所以他就自己 非常特立獨行 所以在東北方 必定代表母子之間會有問題 溝通上會有問題 那如果是窄屋的正西方 亂代表女生的問題 女性的朋友 當你的房間有這麼亂的時候 你要特別注意 像這種情況就會帶給自己 那種心思不會定下來 而且不會定下來 但每天出去都會穿得很漂亮的時候 出去只會跟他相處 但情緒脾氣不好 當然很好男朋友跟你相處 很短時間之後 他就發覺到你的缺點了 所以這種情況要特別注意 如果你不去改善這個空間 你在怎麼樣 用你多用的你的多內心思 因為世界想要去掌控到對方 一樣沒辦法 必定會很容易的 就會讓對方看到你的缺點 不習慣你的缺點 不喜歡你的缺點 自然而然 就沒辦法包容下來 那你把它整理乾淨 弄好之後呢 你穿得得體出來之後 很漂亮出來 再醜 再好男生 再壞男生 他看你絕對一味追求你 不願意放你 不是你不要他 是他不願意放你 但是如果你這麼亂的時候 就是他要放掉你 不是你 是你不放他了 所以會產生這個問題 那這種情況 當然親子關係就會很亂 所以這種狀況 常常就會產生 像這個女生的時候 如果跟在西方 就會代表如果爸爸 就會跟爸爸產生的問題 所以說在東北方 就是跟媽媽產生的問題 那這一個地方就會跟爸爸 所以都是親子 所以父子跟母子的關係 兩個掛位不同 產生的狀況就不一樣 所以我們有點小心說 家裡面的不整齊的 一定要把它打理整齊乾淨 絕對才能夠帶給我們一家 這個親子關係非常的和諧 第二個我們可以看到 就拋去河裡 就上面可能寫著 就是可能寄著電話號碼 微信 真的就會啊 寫上微信 然後就拋去河裡 然後隔一天 就輪到女生會去撈啊 或者是可能男生也想撈撈看也可以 第二個我們可以看到 窄屋的西蘭房有缺角 我們看這個房子的時候 很美的 這個很美對不對 背墅 但住了很大的背墅 但你有沒有看這個地方是一個缺角 這是一個缺掉這個位置 所以這個沒有症 那這個地方剛好在西蘭 西蘭掛位代表老母 就是老母親 就是媽媽的掛位 所以這種情形之中 母子的溝通一定會很困難 因為媽媽非常倔強 所以這種媽媽常常就是說 為反對而反對 女兒不管女兒兒子 那是什麼事情他永遠不會去接受包容兒女 萬一如果有這種格局的時候 要怎麼辦 因為他本身在西蘭缺角 西蘭缺角我們都建議說 在這個房子的這邊 有時候有房間啊 或是客廳 這兩個邊線 邊線的時候都擺一些 這些櫃子都擺一些什麼 陶瓷的東西 因為剛好西蘭邊是五行為土 土的東西用我們的陶瓷的東西 五行就是土 所以複箱就步槍 就化解過來 所以說在西蘭邊的缺角 就代表母親的特立獨行 而導致家人親子關係非常的差 那時候只要多怎麼去化解 有時候如果家有剛好缺角的時候 我建議說 用陶瓷的玉書餅 就擺在窗台下 當著裝飾自然就化解掉 就可以帶給一家人的親子關係 能夠完全感染掉 不然的話 這會帶給家裡面很大的困擾 好 各位阿妹有四個女生 但是有三個是從馬來西亞來的 對 你們第一次來台灣嗎 不是 來很多次了 來很多次 那之前來都是為了工作 對 都是為了工作 自己也有來旅行過 那你們發現說馬來西亞有些習慣 跟台灣不一樣 講吃東西的時候吧 就是因為台灣 都是用拌子比較多 可是馬來西亞都是用湯匙跟叉子 比較多 台灣都很少用湯匙耶 對 很不習慣 會嗎 會 就比如我們去餐館吃炒飯的時候 他們只會自己 只是給筷子 筷子或者是湯匙 就不會給叉子 然後我們吃麵也會用叉子 可能也跟習俗有關吧 因為馬來西亞有三大種族 就還有有豬同胞 所以如果我們都只是提供筷子的話 可能有豬同胞他們不會用 那你們在馬來西亞的華人 你們還是會用筷子吧 還是會 筷子是比較少的 對 比較少的 不靈活 你們在馬來西亞說 中秋節會玩點蠟燭牌制的 對 他們跟台灣不一樣 很好玩 台灣是吃烤肉 對 很奇怪耶 用中秋節 我們吃烤肉 這才奇怪耶 就沒有覺得很奇怪 就覺得好特別 為什麼就是 就吃烤肉 我們想知道什麼叫做 點蠟燭牌制 點蠟燭牌制 就是會很像 自己的名字這樣 吳翠梅就會用蠟燭牌一個五 然後翠梅 然後再點 就點上火 然後就看起來很漂亮浪漫 只是漂亮而已 對 讓我覺得烤肉比較好玩 對 烤肉好像比較好 想說 常來台灣或台灣待久了 就會發現也是有好玩的地方 有好玩 對 他們還有一個很好笑 說是什麼節 過年的時候 對 元宵節 拋乾 拋乾 拋乾是玩什麼 就拋去河裡 就上面可能寫著 就是可能自己的電話號碼 微信 真的就會啊 寫上微信 然後就拋去河裡 然後隔一天 就輪到女生會去撈 或者是可能男生也想撈撈看也可以 對 然後就會 可能可以有機會 認識新朋友 對 就橘 人家平中性 你們是橘中性 誰要撿到那顆橘子 就可以來交朋友 對 你們都有去拋過 有 我有去拋過 那妳有 有人後來打電話來嗎 不會 因為其實隔天沒有人去撈 都是就是工作人員會去撈回來 工作人員會去撈回來 覺得就是迷信想玩玩看 這樣子 所以去拋乾這樣 也就是交友的意思 對 它也是一個交友 這是一個詩 是 說它有求桃花廟 這個你們也覺得很有趣 有兩個鎖頭 然後就在鎖頭上 鎖頭 對 然後寫上自己的名字 然後跟男方的名字 然後就會鎖在一起 然後代表就是長長久久這樣 有經過男方同意嗎 有 對 應該很像有感覺 要兩個一起 情侶一起去吧 對 情侶自己 都有去鎖過嗎 沒有 我們沒有 孝希還沒交過男朋友 有有交過 應該是還沒去鎖吧 所以就不見了 那熱情呢 有 有交過男朋友 可是沒有鎖過 不要亂說 所以你們應該沒有交過吧 有交過 可是也是 為什麼 是喔 你們喜歡什麼樣的男生 現在演藝圈裡面 有沒有一個 歌星啊 你們最喜歡誰 一個形象 或者是感覺 誰最帥 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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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那時候我們上通告 然後就剛好遇到他 然後他就會 就是很照顧我們 就會一直問我們 就是第一次上節目 感覺如何啊 就是 很親切這樣 對 很親切 就感覺好好的 就跟哥哥很好這樣 孫協志 那怡婷呢 喜歡林俊傑吧 對 對 對 很喜歡他的音樂 然後又可以一起吃 對 哇 其實我覺得我喜歡的是 他在戲裡面的 角色 誰 李明浩吧 是韓國的 對 是 是 蠻喜歡可能 有一點年紀的吧 是 其實是 我的冠軍女兒裡面的爸爸 蛤 他不知道還沒一個 就是真正喜歡的一個圈內藝人 可能就喜歡 就 如果到我一輪也可以接受吧 就是一輪 年長一點 對 因為我喜歡就可能是想稱說 比較穩重的 大叔型的 大叔型 對 他就可以把我當女兒疼 你有這麼缺少人家疼嗎 所以你是需要付愛嗎 我不知道耶 我覺得被人疼的感覺蠻好 因為我平時太獨立啊 所以就 就反而喜歡被疼 被照顧的感覺 來 冠玉老師 我們來看看 哪些風水的布局 可以幫助我們 逆得良緣 老師 可以幫助我們 逆得良緣的風水布局 我們空間感是非常重要 有時候用色 家庭裡面呢 有時候從你的牆壁的壁紙 還有或者你的窗簾 事實上它的顏色用色非常的重要 關乎住在裡面的個性 以及外眼 第一個就粉色的窗簾 是最好的 所以當你一個臥房 如果你的牆壁已經 父母給我們一個白色的 那你窗簾就用一個粉色的 一個窗簾的時候 把它掛出來 做這個粉色窗簾最容易 粉色窗簾之後 你住在這個空間裡面 尤其為什麼要做窗簾呢 氣 我們一個空間的蠟氣 是從窗附進來 蠟氣氣流是從窗戶進來 光線從那邊進來 你在這根布滿粉色的窗簾的時候 粉色系的能量就會 經過陽光完全投射到這個空間 這個空間就跟我們人體 產生了對應 就是要充電一樣的 把身體就充滿了這個粉色系的能量 粉色系的能量 當一個女孩當中 它就比較浪漫 它比較懂事 知識達理 如果你粉色的話 不要太...如果用太紅就不好 所以一般我們就說粉紫色 對最理想 粉紫色的當中 你就會產生到 你外面自然有一股很強的吸引力 可以吸引到異性進來 所以當你不管男生女生 只要有粉色系的當中 都很容易密得很好的良緣 再來第二個 其實要很容易招來音樂當中 可以用什麼 化妝台的鏡子 紫色線音樂一線前 怎麼做 紫色線 那這紫色線的時候你要怎麼樣 我們化妝台是不是有鏡子 那你就把這個紫色線繞著這個鏡子 把它做個漂漂亮亮的繞在這裡 你繞住的時候呢 粉紫色你偏偏來照鏡子化妝 當你在化妝的時候 有這個紫色的能量 就映出來到你的心頭 所以那個紫色映到我們心頭裡面呢 你的對愛情的憧憬就比較強 愛情憧憬比較強的時候 因為粉色系它紫色系 它本來就是對我們的愛情 一種很善意的跟人家交往 而不會脾氣非常倔強 它會很溫柔很賢慧的態度 那男性就會表現出一種 比較有智慧的能量 所以自然而然你要交好的暈緣 就很容易 所以要密得好暈緣 就一定要用這種線來掛在 我們這個化妝台的鏡子 如果荒的鏡子 你就給它框整框的 順著排隊當然也不要太亂 就把它漂亮的時候就可以 自然而然就可以帶來很好的暈緣 可以找到一個很好的男朋友 而且這種男朋友穩定性就會比較高 所以用這種方法提供給各位做參考 未來一個月我可以闖關成功嗎 來我們的幸運數字有 直覺囉 直覺囉 我們來看一下國立7月21號到7月27號 12生肖周運是如何囉 來看一下生肖 數豬 數兔 數羊的朋友 我們少奇有上榜 這個禮拜你有三顆星的好運氣 那方面的好運氣 恭喜你貴人相助拓展人脈 所以這個禮拜你的人際關係非常的良好 所以你在溝通方面要多著重 而且你要跟老朋友多聯絡 這些老朋友會帶給你很好的事業上 生活上甚至財運上的好訊息 所以讓你的賣通錢賣 恭喜你囉 來看一下生肖 數虎 數馬還有數狗的朋友 這個禮拜有四顆星的好運表現 在哪方面呢 恭喜你表現優異獲得賞賜 所以在工作上 其實你可以多去發揮你的長財 那這個一技之長 成立把它建立起來之後 你會發現有很多的貴人都會幫助你 讓你升官加薪 恭喜你囉 好來看一下生肖 數蛇 數雞 還有數牛的朋友 那我們的依婷有上榜了 好 這個禮拜有五顆星的好運 在哪方面呢 財源廣盡 有利正財 所以在事業上的表現 甚至於可能你有一些副業的經營 都可以讓你在財運方面 心想事成的更加把握了 好來看一下生肖 數猴 老鼠還有龍的朋友 我們的熱情跟脆眉有上榜 好 只有一顆星的表現 在哪方面要特別注意呢 就是心情比較浮躁 破財不斷 這個禮拜呢 比較會有一些壓力型消費的問題 所以一個不開心 不快樂呢 就亂刷卡 可能亂去分期付款買一些東西 要特別注意 所以要控制你的消費慾望 才會讓你的錢財存住 好 我們來看一下加碼的部分 桃花最紅 恭喜我們生肖 數羊的朋友 還有事業最旺 恭喜生肖 數股的朋友 還有呢 才運最順 生肖 數肌的朋友 恭喜你們 恭喜囉 恭喜囉 來 接著我們到老師 也跟大家預告一下 下週各星座的整體運勢 來 老師 我們從自己心盤當中的 太陽星座跟上升星座 來看看下一週的星座運勢如何 首先兩個星的星座呢 有牡羊座的朋友 我們思慮過多 會有夜不成眠的情況 就是可能有時候身邊的人 一句無心的言語 自己想太多 所以要懂得想得開 不要到晚上睡覺的時候 還繼續煩惱著 另外呢 天蝎座的朋友們 可能在投資理財方面 會比較貪心一點 像這個熱情可能要注意 就是尤其像朋友 好心告訴我們的訊息 還是要謹慎的去判斷 不要貿然的投資 最後呢 水瓶座的朋友們 在工作方面切勿初心 那上班族當然就是工作了 如果是學生的話 就自己的學業方面呢 特別要謹慎小心 要不然像剛才這個怡婷這樣子 考試明明錯在不該錯的地方 也會蠻可惜的 我們來看三顆星的部分 首先有 巨蟹座的朋友們 透過爭執防範未然 在人際互動 尤其是工作上面 可能會跟我們的工作夥伴 有一些意見不合的地方 其實自己能夠理性的來想一下 對方的意見不一定要裁納 但是可以剛好彌補 我們自己沒有想到的地方 這樣子能夠讓我們做得更好 另外呢 主題座的朋友們 尤其是在孩子的教養方面 容易兩個人會有一間不合的地方 一樣要多多的留意 天秤座的朋友們 可能最近過得真的是太順風順水了 所以會有人在後面 因為嫉妒而有這種說冷話的情況 可能要多多的留意 那我們來看四顆星的部分呢 首先有雙子座的朋友們 在工作當中非常的繁忙 但是自己能夠有機會 好 抽空休息 不管是去看一場電影 或是做個SPA 都能讓自己有充電的感覺 另外呢 獅子座的朋友們 我們可能對於未來 有一些新的規劃跟目標 在未來一周呢 都可以慢慢的 越來越具體的 就有這個成型的可能性 另外雙魚座的朋友們 有一些意外之才呢 讓我們自己非常的滿意 可能夜深人靜的時候 自己會偷偷的笑到何不龍嘴的 我們來看五顆星的部分 首先要恭喜獅子座的朋友們 人緣桃花都非常的旺 有很多的人 可能會在臉書上面 不管是敲我們 或者是戳我們 讓我們要交個朋友這樣子的 然後呢 這個摩羯座的朋友們 要恭喜肩負重任 是我們展現自己的時刻 像我們這個翠妹跟怡婷 都是摩羯座的 未來一周可以 好好的發揮自己的實力 給大家看見 然後恭喜獅子座的朋友們 在逐夢的過程當中 有貴人相助 可能我們需要添購一些東西 會有人剛好提供物資 或是要買什麼東西 都有人用金錢贊助我們 真的是非常的開心 我們來看加碼的部分 運勢財運最旺 要恭喜金牛座的朋友 工作最旺 就恭喜摩羯座的朋友 以及感情最旺 要恭喜獅子座的朋友們 是 好的 來 接下來湯老師 來幫我們進行數字測驗 我們來測一下未來個月 我可以闖關成功嗎 來我們的幸運數字有 184 522 426 647 跟142 直覺囉 依婷請選 426 依婷選 426 要有信心 來 翠妹來 184 184 好來樂情 522 522 好少奇 647 老師們 來 647 522 142 好 184 好 184 142 來 來未來個可以闖關成功嗎 184 522 426 647 跟142 好選定好數字呢 下好李神 我憑你的第一子覺得第一印象 那這一個月那要測就是闖關成功的指數 這個代表就是說 等一下你選到的數字就是說 你一定要去做 你才可以美夢成真 先講事成 好來看一下呢 如果選到142呢 恭喜你有90分喔 所以要在工作上闖關成功 但選到這個數字呢 代表就是說你千萬不要再安逸懶散了 你應該要把你的積極行動力表現出來呢 在工作上你可以有效的發揮 而且常才被看見 然後很多的機會啊 代言啊什麼的都會找你 恭喜你了 你怎麼會看到我安逸懶散 對 所以要加油 好來看一下選到647 這組數字呢 恭喜你喔 70分喔 這個好耶 桃花闖關成功喔 對 或許呢選到這組數字呢 可能在感情方面可能會稍微被動一點 所以我們剛剛講闖關的話呢 就是要行動喔 所以你一定要多行動呢 可以讓你的桃花人員啊 貴人都來靠近你 所以你只要在跟人方面人際關係呢 多溝通 然後多去接近的話 你都可以心想事成喔 好來看一下選到我們的184 有80分的好面積 對 那有投資呢 闖關成功 所以這一個月 未來一個月呢 你千萬不要害怕 其實你該想要去做 例如說讀書啊 或學習第二專長啊 你都可以勇敢的去做 或是說你有一些買賣啊 甚至於買一些股票 長期性穩定性想要存錢的 這個月呢 一定要大膽的擴出這個腳步 不用擔心你怕不貴 要加油 怕不貴 對 有些人怕不貴 打不過的話就好像會有點吃緊 其實不用擔心做就對了 你也千萬不用怕頂不順 沒錯沒錯 好的好的 來看一下522呢 恭喜你60分 對 對 那有時候最近有點操勞 有點操勞 然後心煩意亂 所以你一定要多去 踏出戶外啊 多去旅行啊 甚至於出國遊玩呢 都可以讓你呢 遠離這個病夫 然後多著重養生 不要熬夜呢 是 就可以當一個健康的好寶寶囉 謝謝 來看一下426 好 恭喜你100分 這個就是財運攤通呢 賢財入袋喔 100分耶 少女都要這樣 對 所以不要說做發財夢呢 自然呢 你有發財夢 你就會想要努力去做 就會發財囉 恭喜你了 謝謝老師 謝謝 好 各位來 節目呢 最後我們要跟大家推薦一下 我們阿威阿威 最新的專輯 7月29號 星期日下午2點鐘 會在台北市 西門町那紅樓廣場 然後到時候我們的黃明志大叔 也會現場為我們助政 你大麻煩才黃明志耶 這個算 是嗎 希望大家有空都可以來 沒空就請假喔 好可愛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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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來 謝謝老師 好 全黃明志第一號 也好 也感謝你的收看 小明星期間請准收看 B號玩 拜拜